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節娛樂集感 跟大家說說娛樂圈最新發生的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這一節我們看到肥媽 給她是契仔還是男朋友 陸浩明是慰問她的傷勢 揭對方有一個長期的隱病 叫她小心點休息 我們上網找到肥媽原來很多病 肥媽之前中了新冠後 原來是猛了 說自己老母要接受記憶力訓練 另外還有醫生說她有心理病 這麼糟糕 是啊 很糟糕 原來半夜會起床 為她老公煮飯 但她老公已經過世了 肥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還有黃心穎搞婚禮 低調 在戶外舉行婚禮 不告訴你在哪裡發生 當然跟黎媽說說好事 她說患難見真情 多謝她一直推她 推她 在哪裡推? 在背部推還是哪裡推? 嘩 是我想得不好還是說得不好? 哈哈哈哈 等下先說說黃心穎先 還有說說台灣頂流羅智祥 又跟香港的頂流姜濤 好像很朋友 說到羅智祥明年來香港開演唱會 說明沒有姜濤粉 有些人說她用完即棄 究竟是不是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 好啊 我們先說一下肥媽 肥媽 你的男朋友 六浩明 人家訪問她 當然問得起你 六浩明 在活動出席 記者問她 先問她生不生兒子 有兩筆東西 我也有看到新聞 她說她覺得 去政府醫院洗費可能都千多二千元 半年都洗完 大妻子要覆診 嬰兒子也要打針 她覺得政府應該要把金額提高到兩倍至 三萬八千至四萬 六浩明這樣說 你說這些人 多知足常樂 人家廣東生兒子 每個月派三千元人民幣 派到兩歲半 歐基仔算出來九萬多元 是啊 香港四萬元 有沒有搞錯 香港人均收入一萬九元 內地人均收入多少錢 三萬多元 是 但前總理李克強說 我們國家人均收入三萬多人民幣 但我們中國有六億人 唉 真的只有千多元 那個人均收入 李克強說的 是不是 真是 不知道怎麼算 我不會算 我會算 我做一官 我不是 幸好 好了 說說肥媽 之前做到腳 陸浩明說 有位問她 見她網上Facebook都鋪了一張照片 肥媽有時候 紮紮跳都坐不定 原來膝蓋一直都是一般的 要小心一點 知道她做中年好聲音 要好好休息 哈哈 肥媽的東西 真的 肥媽的東西 除了一隻腳之外 原來她懵了 她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中了新官 之前咳到肺 就說有老母 說自己肥媽老母 想接受記憶力訓練 朋友 叫她可以唸四書五經 唸完你真是老母 我沒有老母 我也不會唸 走去唸四書五經 你的朋友真是害你 沒有厘 你隨便記得以前唱歌 唱多幾首歌 就行 打麻將 懂食糊 四書五經 看了兩頁之後 就暈倒了 傻的 我都不懂 我覺得自己口齒伶俐 沒有老母 零針零確診 她那些確診 她說腦子好像有點問題 她說 記憶力差了 她說好像患有老人痴癌症的朋友 不記得這個 不記得那個 她說有個朋友 她接受了最強大腦記憶訓練 之後 記憶又突飛猛進 肥媽說 嘩 那個老人痴癌症那個 上完那些最強大腦記憶訓練 可以唸四書五經 哪一頁哪一段 好像別人唸成操錶一樣唸出來 肥媽說 打算大家一起訓練她的努力 她說 我都想上 等我孫女回來 我孫女親生子一起去 不是吧 肥媽的東西有沒有吹水 一個 有老人痴癌症的人 可以唸四書五經 我說我都不行 那現在就是我寫老人痴癌? 我老母 現在我不認老母 老子很重要 老子 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帶我去 但記憶力對我來說 好像沒什麼用 不用了 留一些記憶 玩底一點 肥媽還有其他問題 她也有很多事情 早前 這麼可憐 亡夫過世 竟然夢遊為亡夫煮飯 醫生說是心理病 夢遊嗎? 不是夢遊 如果有些信仰 這些想起來 又說鬼上身 是不是 她老公2020年過世 網上她有教主送 她網上教主送 自己說 有時候 那些事情 為何肥媽這麼多神奇的事情 發生在你身上 老人痴癌那些 又唸到四書五經 每一段 然後她自爆自己有夢遊 她老公過世之後 她坦然 會在夢遊的時候 為老公下廚 她說 不知道是不是太想念老公 醫生說心理病一種 我晚上走下來 煮飯給我老公吃 我還開火煮東西 煮完想回去睡覺 嘩 她完全不知道 試過有一次煮到的東西 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 睡之前 要適大祭 那個煤氣 真是很嚴重 嘩 用什麼火燭 然後她說 自己的手有乳癢 估計是夢遊的時候 會碰到 她又說 曾經多次感受到她老公回魂 好像她老公生前 喜歡吃的東西 不見了 突然不見了 她有看醫生 醫生叫她 你也是吃鎮靜劑和安眠藥 醫生真是害死人 人家也沒有說睡不著 你怎麼做 吃完你的安眠藥 真的睡不著怎麼辦 傻傻傻 這些當然是去看中醫 什麼 肝腎不足 肝腎不足 睡得不好 一定是 是啊 為什麼不是 這個有差不多 尺寸 肝也有脂肪 肝腎不足 脂肪肝 那些 吃到這樣 也不方是清 一定要調理一下 吃鎮靜劑 好人好者 現在肥媽很激動嗎 不是 無端端哭 每個人都沒事 她哭 是啊 吃一下也好 聽醫生說 吃完之後 腦母更厲害 吃了鎮靜劑 不得醒目 不知道 真的 說醫院 肥媽希望她沒事 個人這麼有趣 是啊 有趣好了 骨頭不要脆 因為她腳不好 小心點 肥媽我們祝福你 另外黃新穎結婚 你祝不祝福她 最近少了很多 叫人說話不好的 擺酒 你去不去喝 沒有請你去什麼去 人家很低調 在戶外婚禮嗎 如何搞這些事情 在戶外 34歲黃新穎 8月爆出 跟RubberBand 鼓手男友黎蒙 入旨排期註冊 沒什麼說 多謝大家祝福 沒有補充 一度傳出 她就是 懷孕 那些叫雙喜臨門 什麼 不是 不是 那句話 是奉子成婚 不是 恩姦成人 神經病 說到27日 黃新穎和黎曼 被爆低調舉行戶外婚禮 還說現場首位森嚴 有多森嚴 拿著兩支AK47 現場搭了多個白色帳篷 保密功夫做足 現場有人打鼓 彈 樂隊 RubberBand主音六號也到場 有沒有請菲龍哥 聽說RubberBand六號 菲龍哥帶她入行 聽說而已 聽聽菲龍哥說 也是 也是 少少 這樣 很多謝她 黃新穎說 患患見真情 她經常推她 推她 推她 多謝她一直推她 唉 這些歸房之樂 你們也收了講 哈哈 怎樣 沒事的 都轉型做人妻 人妻更過癮 好像她姐姐一樣 結婚 生孩子一樣 不會收起她的性感 不錯 又一宗 喜事 開心 無論你公不公起她 你也不需要踩她 我覺得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 許智安那些也不關我們事 可能有些是鄭壽文的粉絲 也未定 隨便吧 好 接著說說羅志祥和姜濤 羅志祥我挺喜歡看她 她的表演術是非常好 近年都保持得不錯 不知道她的後宮解散了沒有 我猜仍然運作 神經病 羅志祥的後宮說 搞三百個女兒 說而已 我想沒有三百個 三十個可能有 周陽青都散了 是不是周陽青還是周青陽 她的女兒都散了 那我後宮為什麼要解散 是不是 那更好 發達了 羅志祥應該在台灣玩得很開心 過來香港試水溫 又搞那些什麼 什麼星光泣泣姚寶良 又搞那些做嘉賓 姜濤演唱會 也叫她不要吃這麼多東西 做偶像 竟然現在宣佈 人家認為是壞消息 公佈壞消息 就說不會 因為之前她答應了 原來她早前上去做嘉賓的時候 是即場邀請姜濤做自己演唱會嘉賓 誰知道現在是反口 她反口 她說原來她說明這次的show 將不會邀請姜濤做嘉賓 她說因為我演唱會和MIRROR演唱會太近了 所以對方未能出現在小豬演唱會 因而決定特意發文 向姜濤粉絲說明清楚 希望她們諒解我 說話嗎 過來唱兩首歌 很難嗎 我覺得這些是吹水 我記得 當時Big Four 許智安演唱會 張偉健 在北京走到香港紅館 這些藉口才相信 你有沒有看到Big Four 那時候應該是許智安演唱會 張偉健 她知道她很紅 在大陸拍電視劇 許智安還可以開演唱會那時候 張偉健也很紅 她說坐飛機下來香港 她說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她說你不是拍攝沒有空嗎 然後她說我要來這裡唱幾首歌 賀莉做你的嘉賓 我換來的就是一回到去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不停拍不停拍不停拍 起碼最少三天不用睡覺 就是為了你這個老友 全場拍手掌兩個握在一起 人家在北京 MIRROR演唱會和小豬演唱會 最多一個九龍一個新街 不要玩了 這些藉口真是 有心 阿姜濤 你其實玩 你MIRROR這麼多人 尤其是 尤其是 Anson Lo那一刻 坐車 坐的士歌 唱兩句 回來都可以 其實不會是同一天 你說要彩排什麼 他們一直都是欠奉的 不過我怕有東西賴 一會兒 彩排不好 有些東西掉下來 大鑊 最好不要害到別人 再斜 那個人現在還睡在醫院 算你這麼慘 MIRROR演唱會 都 嘩 一件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想他們都很想開 過冷河 兩年 兩年才能開第二個 以他們的操手 一年開三次 差不多 其實真的一年開三次 姜濤 Anson Lo Edan 那些分別都開了個人演唱會 已經 一年三次 沒有說錯 拆散再玩 這次說沒有 但是MIRROR 下年還行不行 你知道 小豬在台灣是長紅的 當然 很多 現在 現在 他用了很多能力 才可以把自己 沒有這麼討厭 他已經用了很多時間 那件事之後 差不多幾個月 或者半年 一年 差不多 跑去做Youtuber 點擊都很差 對 為什麼很差 做下把事情 去訪問人 如何看羅志祥 他站在旁邊聽 我又看 回來香港 香港沒有人說這些 當然有些女人說他出軌 什麼 那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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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算了 她的霧水 不是真愛 別人的那些事情 不關我們的事 要比較的話 你在表演術上 實在 羅志祥是太厲害了 現在市場就是這樣 你接不接受 如果他是很老公的 你不接受 羅志祥 那些女人 你不接受我來 這是這樣的意思 他後宮那裡 我猜他沒有解散 但他在台灣應該沒有什麼 現在 那些綜藝那些 沒有去討論的 他以前不是主持那些事情 他一上去應該會被人投訴 不行的 台灣沒有去討論的 他是要出去 他其實只剩下香港這條路 他大陸也不能去討論 周陽青在大陸也很紅 羅志祥已經沒有了中國的市場 他曾經就是什麼 曾經周星馳的電影都是什麼 他的知名度也很大 其實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過感覺上就是他 他現在其實已經是 我想那些錢是多到成小都用不小 也要找些事情搞一下 就是搞一下 台灣好像也有開演唱會 不過聲勢也沒有什麼 真可憐 哎這些 識字頭上一把刀 將他的演藝事業 本身可以去到很巔峰 四大天王沒有了 就已經到他了 已經是 年紀都大了 四十四歲 不算很大 款式還是很 感覺上還是很年輕 但過到五十歲的時候就不行 其實應該這幾年就殺了下去 他就不應該追求那條女兒 其實周陽青那些 如果他不追求那條女兒 就算他有後供 就算被人爆 也沒有人爆他 那條女兒爆他 就算有後供也沒有 那條女兒 唉 不過他自己拿來的 這事實上 男人出軌都是他不對的 這事實上 但大家看的都是看 呵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每個人看法都不同 我作為男人 關我什麼事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